美国政府8月18日宣布,鉴于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的激增,计划从9月20日开始为美国民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 新的数据显示,疫苗的保护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该计划要求人们在第二次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疫苗8个月后注射加强剂量。 接受单剂强生疫苗的人也可能需要额外注射,但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等待更多的数据,尚未确定细节。 总体计划正在等待FDA对第三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8月17日宣布,将旅客在商业航班、巴士和火车上必须戴口罩的联邦规定延长至1月18日。 此前,这个口罩令在今年春天被延长至9月13日。 TSA表示,发布新口罩令的目的是将新冠病毒在公共交通设施上的传播降至最低。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截至8月16日2021年已经收到3889份旅客不遵守规定的报告,其中近74%与违反口罩规定有关。 美联储8月18日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联储官员重申通胀上行很可能是暂时的,一旦取得了进一步实质进展就会放缓购买资产步伐。 美联储官员认为,今年可能会达到缩减购债规模的门槛。 市场继续评估零售企业财报与地缘政治局势 本周,邮寄选票已经在送往加州选民邮箱的路上,拉开了9月14日将举行的州长罢免选举提前投票的大幕。 提前投票从周一开始,每张选票都附有一个邮资已付的信封,只要在9月14日选举日之前盖上邮戳,选票就有效。 与此同时,在选举日投票结束之前,选票也可以被投到任何现登记官的选票投递箱中。 这次特殊选举中,选票上只有两个问题,一,纽森该被罢免吗? 二,如果纽森被罢免,您觉得谁该接替州长? 已提交的选票可以通过短信、电子邮件或语音提醒进行追踪。 南加州历史性的干旱危机进一步升级,南加8月17日宣布了供水警报。 东促南加6个县的1900万用户自愿节约用水。 这也是南加大都会水务区7年来首次发布官方供水警报。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可能随后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对大都会26个成员公共机构和零售供应商的过度使用实施财务处罚。 此外,帕萨迪纳市议会也一致通过了一项计划,只允许居民每周给院子浇两次水。 根据二级供水短缺计划,偶数号地址只能在周一和周四浇水,基数号地址仅可以在周二和周五浇水。 阿联酋外交部8月18日发表声明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阿联酋已接纳了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及其家人。 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扎西尔·阿格巴尔同日发文透露,加尼离开喀布尔时带走了1.69亿美元,并说加尼逃亡是背叛祖国和民族。